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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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現在要去幫我頭髮換顏色的路上 然後現在外面下著 算是小雨 天氣真的超級多點的 字幕 李宗盛 謝謝 最近的天氣真的超級多變的 昨天的時候呢 台北已經超過120年來的紀錄 聽說補油路面上面的溫度 都已經到達50度以上 好像感覺都可以簡單 謝謝 不過我覺得我今天的行程 就很適合下雨的天氣 因為都待在室內 而且好像會待著 蠻長一段時間 為了以防會待到那種 八小時 十小時的時間呢 我還準備了書啊 然後這邊也有雜誌啊 特地也把手機的電都充滿了 現在開始也有點忐忑 因為我也不知道到底 最後會變成怎麼樣 嗨 嗨 我們今天晚上有一個時間 我們在修那個 是幾點停水 十點 喔 就有可能 與其 不然你就是會給他學MICLE MICLE最好 你不知道嗎 不知道 他洗澡嗎 他有一次來台灣 他有一次來台灣 而且他要求是那個最貴那個 他還是有一個牌子 他滿漂亮的 你要先準穩嗎 我幫你掛起來 喔 謝謝 現在首先呢 是 隔離頭皮 就是怕等一下 如果要漂的話 會直接跟頭皮接觸 現在就先擦一個 像是 乳液或是潤髮乳之類的東西 把它隔離起來 嗨 好怕塗頭 不會啦 可是你家人 有塗過一遍嗎 嗯 好像還好 我覺得 不用擔心 基本上是遺痠 喔 可是到老了 好像本來就是 頭髮會變比較熟 細 屁喔 細 細 欸 我們現在是 上面有 磨完的 小白 調劑調粉 然後現在要包起來 之後要加熱 今天是下午1點來的 然後現在是 我才差不多快那種好第一階段的漂 吧 嗨 好 看第一次長什麼樣子呢 呀 台客精啊 常跟醫師林杰良遺霜坦敦慈 在學校和同學分享健康飲食提到 在火腿蛋餅和火腿三明治當中 這火腿含亞硝酸鹽 但跟番茄屬於鞍類食物 加在一起就變成亞硝鞍 一種致癌物質 可是火腿不加番茄這樣怎麼吃 好痛苦 對啊 我們有一次就大家 我們就一起有吃一個 就是我們吃一個 二十一天都沒有吃調味料 我就覺得天啊 每個東西都死住了耶 超滿吃的 我從來不覺得鹽巴這麼重要 我們前幾天都還可以在那邊嘻嘻哈 到外面大概兩個禮拜 我們真的覺得 就是走路中飄的 對啊不是鹽巴 所以我現在這個髮型很像什麼 麻糞的爸爸或是 或是魔戒裡面的精靈之類的角色 現在開始 就第二次就覺得 頭皮很痛 還是要把你衝掉 嗯 再一下子看看好了 因為今天的時間關係 還有我今天頭皮狀態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決定呢 呃 今天先漂兩次 再過幾天之後呢 再來看看 需不需要再漂 然後再上色 所以我就要頂著這個顏色 度過幾天囉